大家好 欢迎收看追星看TV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在娱乐圈 顶流之争一直是吃瓜群众关注的焦点 近日 两位顶流男星杨阳和人家伦分别主演的电视剧引发了网友热议 同样是娱乐圈的佼佼者 为何一部剧的差距如此之大呢 杨阳 颜值与实力并存 凭借多部作品积累了大量粉丝 在最新主演的电视剧特战荣耀中 他饰演了一位英勇无畏的特种兵 剧中杨阳将角色塑造的有血有肉 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而任佳伦同样拥有超高人气 其主演的电视剧与君初相识也备受关注 然而 在这部剧中 任佳伦的表现却让人有些失望 在探讨杨阳和任佳伦在各自电视剧中的角色塑造时 我们不禁感叹 两位演员在表现力上的差异 首先体现在角色塑造的深度与广度 在《特战荣耀》这部剧中 杨阳饰演的角色是一鸣铁血柔情的特种兵 她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 不仅将特种兵的勇敢和坚毅展现的淋漓尽致 更是在细节上把握住了角色的多面性 杨阳通过细腻的演技 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在战场上的勇士 如何在残酷的战争中成长 如何在逆境中坚守信念 她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 都透露出军人的担当和使命感 让人肃然起敬 仿佛能感受到那股扑密而来的阳刚之气 相较之下 任嘉伦在《与君初相识》中的角色设定 就显得较为单一 她饰演的角色虽然有着深厚的情感背景 但在剧情推进和人物性格的展现上 缺乏足够的亮点 这使得任嘉伦在剧中的表现略显平淡 未能充分展现出一个顶流演员应有的演技深度 虽然任嘉伦的颜值和气质依旧吸引人 但在角色的立体感和层次感上 似乎未能达到观众对她的期待 角色塑造的成功与否 往往取决于演员对角色的理解和表现力 杨阳在《特战荣耀》中的表现 无疑是对角色深刻理解的体现 她将一个立体 饱满的特种兵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 而任嘉伦在《与君初相识》中的角色 虽然也有其独特魅力 但在角色深度的挖掘上 似乎还有待提高 这也让我们认识到 一个好的角色塑造 不仅仅是演员的外在表现 更是内心情感的传递和角色灵魂的注入 希望两位演员在未来的作品中 能继续挑战自我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 在电视剧的比拼中 剧情的编排和制作团队的能力 无疑是决定作品成败的关键因素 这一点在《特战荣耀》和《与君初相识》 两部剧中的对比尤为明显 首先从剧情角度来看 《特战荣耀》以其紧张刺激的情节 和不断叠起的悬念 成功抓住了观众的心 每一集都充满了紧张的氛围 让人在观看是不由自主的屏住呼吸 担心角色的命运 剧情节奏紧凑 没有多余的拖沓 每一场战斗 每一次危机都处理得恰到好处 使得观众在追剧过程中欲巴不能 急切地想要知道下一步的发展 相比之下 与君初相识的剧情就显得有些拖沓 虽然剧中也不乏深情和浪漫的元素 但在情节推进上 却未能有效地维持观众的兴趣 一些重复的情节和过于缓慢的节奏 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难以维持持续地观看热情 这种情况下 即便是有吸引人的角色设定 也难以弥补剧情上的部阻 再者 制作团队的力量在电视剧制作中 起着决定性作用 特战荣耀的制作团队实力雄厚 他们在画面 音效 剪辑等各个方面的精细打磨 使得整部剧在视觉效果和氛围营造上 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无论是战斗场面的震撼 还是情感戏份的细腻 都展现了制作团队的高水准和专业性 反观与军初相识的制作团队 相对而言就显得力量薄弱 在视觉效果和氛围营造上 整部剧似乎稍逊一筹 画面处理和音效配合上 未能达到一期的效果 剪辑上的不足 也使得剧情流畅性受到影响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使得与军初相识 在整体观感上难以与特战荣耀相辟地 剧情的吸引力和制作团队的实力 是评价一部电视剧的重要标准 客栈荣耀在这两方面的出色表现 无疑为其赢得了观众的青睐 而与军初相识 虽然有着不错的演员阵容 但在剧情和制作上还有提升空间 这也提醒了业界 只有精心打磨剧本 提升制作水平 才能创作出真正受欢迎的电视剧作品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 杨阳和任佳伦都是娱乐圈的优秀代表 他们各自拥有独特的魅力 一部剧的差距 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实力悬殊 相信在未来的作品中 两位鼎流南星会继续努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杨阳火遍韩国 揭秘她的隐形成名之路 她是如何从默默无闻到在韩国红遍全城 让我们一起解开杨阳的成名之谜 曾经的默默小声 如今却成为了引领韩国娱乐圈热潮的主角 杨阳的成名之路 仿佛一个神秘的故事 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她是如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演员 蜕变为如今备受瞩目的韩国偶像呢 让我们进入她的世界 一探究竟 才华出现 征服年轻观众 杨阳作为一个演员 她的才华初次展露时 年轻观众们被她的独特魅力所吸引 她的细腻演技和精湛表演 让她成为了新一代的演艺偶像 但是这只是她隐形成名之路的开始 受邀韩国 开启全新征程 在娱乐圈中展露头角后 杨阳受到了韩国娱乐圈的瞩目 随着她的知名度逐渐增加 她受邀请往韩国发展 开启了她的全新征程 韩国观众对她的热情和欢迎 让她感到意外 也为她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魅力攻占亚洲 成为全球瞩目 杨阳的魅力不仅局限于韩国 她的表演和个人魅力 赢得了亚洲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她在各类综艺节目中的精彩表现 以及与其他明星的默契互动 让观众们爱不释手 如今她已经成为全球娱乐圈瞩目的焦点 成功背后的付出与努力 在成名之路上 杨阳并非一帆风顺 她不断挑战自我 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和形象 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存在 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对演艺事业的专注 是她能够火遍韩国的关键 未来展望 更大舞台等待 杨阳的成功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她在韩国的热潮将给她带来更多的机会 和更广阔的舞台 无论是通过音乐 电影还是综艺节目 她都将继续拓展自己的发展道路 迎接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这就是杨阳火遍韩国的隐形成名之路 从才华出现 到受邀韩国 再到魅力攻占亚洲 她的努力和独特魅力 让她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明星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成功背后的付出与努力 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娱乐圈的顶流之战 向来是媒体和粉丝关注的焦点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杨阳和任嘉伦的较量 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 两位顶流男星在不同的剧本 制作团队中展现出的不同风采 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 这些因素对演员演技和作品质量的影响 杨阳在特战荣耀中 凭借过硬的演技和强大的制作团队 成功塑造了一个英勇无畏的特种兵形象 赢得了观众的喝彩 而任嘉伦在与君初相识中的表现 虽然略显平淡 但也不失为一次勇敢的尝试 这场较量让我们看到 剧本的优劣 制作团队的实力 都对演员的表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作为观众的我们 在这场顶流之战中 更应该保持理性看待 我们不能单纯以一部作品的表现 来评判一个演员的优劣 毕竟每个演员都有其成长和突破的过程 我们应该寄他们更多的理解和空间 期待他们在下一次的精彩对决中 为我们带来更加惊艳的表现 毕竟 优秀的演员总能不断突破自己 挑战各种类型的角色 为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他们在一次次的角色塑造中 不断磨练演技 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 正如杨阳和任嘉伦 他们在娱乐圈的舞台上 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 证明了自己顶流的位置 这场顶流之战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两位演员的魅力 也让我们认识到 演员的成功并非仅仅依靠个人实力 还需要优秀的剧本和制作团队来助力 在未来的日子里 让我们期待杨阳和任嘉伦 在更多优秀的作品中 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共同见证他们在演艺事业的巅峰时刻 同时 我们也希望娱乐圈能够涌现出 更多优秀的演员和作品 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在这场永无止境的竞争中 让我们携手共进 共同见证中国影视行业的繁荣与发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 敬请 comun glue 敬请 敬请